从1769年 法国人居牛制造了世界上 第一辆蒸汽驱动的三轮汽车开始 汽车的革新发展 一直贯穿了整个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 自汽车诞生的那一刻起 它就是为了要解放人类 如今 人类使用了120多年的方向盘 即将消失 从最初辅助驾驶 发展到今天的限定场景的自动驾驶 无人车已经可以在规定的道路范围内 完成自动驾驶 但是 无人驾驶的制动安全问题 一直是个世界难题 这不仅需要无人驾驶汽车 有灵敏的视觉系统 更需要汽车本身有快速的反应能力 这个无人车的话 它是虽然它大脑 它的大脑感知 它的计算机 它的反应 享用速度 计算能力很强 但是还是需要这些 自行部件 去想到人的四肢一样 它也能够快速地想着你 怎么能把你的 更听话 你以下它指令我更好地完成 把它自行到位 正常吗 好 现在行动自动踏板 记录一下状态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阳春 汽车制动系统工程师 为了保证无人驾驶巴士的安全砂停 它要让时速20公里的无人驾驶巴士 刹车距离 控制在更安全的范围内 我们后面也是进行了一些分析测试 反映它跟人才那个怎么建压速度来比呢 它比较慢 从开始下达这个指令 让它制动 到它的建压 它的最大压力 就是最大制动力的时候 它要经历0.8秒 但这个0.8秒 就是这个车已经 最终它刹车距离达到了7到8米 从一个拐角处 撑出一个小车 或者一个小朋友 那这个距离如果像原来的话 它在5米以外冲出来 我觉得可能都会撞了 能否破解无人驾驶巴士的刹车难题 杨春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叶师傅 你这开车是开了多少年了 总的开车 开了30多年了 今年34年了 那把车车上午了就开过 叶友宾 拥有30多年驾驶经验的老司机 持有A1级驾照 杨春邀请叶师傅来驻镇 不是为了乘坐无人巴士 而是要完成一项特殊的试验任务 叶师傅你先把这个线连一下 如何让无人驾驶巴士安全地停下来 这似乎与老司机没有直接关系 杨春要让老司机成为无人驾驶巴士的教练 用手来代替脚 完成刹车和油门的踩踏 对于叶师傅来说 是人生第一次 像你这个就业丰富的时机是吧 参与车试 它尽管是无人车 其实它也要跟你运气 没有那个驾驶习惯来让它学习 对啊 现在先交踏 交踏完以后就淘汰我们了 像新生事务一样 一开始出来了 大家都对它抱一种怀疑或者恐惧 但是作为我们从事这个无人车 研究开发的人来说 我们知道它是 肯定是未来是更安全 更可靠的 而且是一个发展趋势 当一种先进科技诞生时 人们总是怀着期待和敬畏 无人驾驶同样如此 自动驾驶汽车 测试利用车载传感器 来实时采集数据 感知车辆周围的环境 就像人的眼睛一样 感知所获得的道路 车辆位置和障碍物信息 学习仿照人类神经系统 控制车辆的转向和速度 人驾驶的我们这个车辆 因为它有一个标准 我们认为现在的车辆是达标的 我们用有具现的司机来驾驶 来测试一下这个车辆 它能达到什么一个智能的标准 杨春和助力记录下行驶数据 以此对比无人驾驶 和老司机驾驶的差异所在 1769年 在法国诞生的人类第一辆蒸汽汽车 卡布奥雷撞上了兵营的外墙 就是这辆汽车导致了人类 是历史上的第一起汽车交通事故 好在无人伤亡 在200多年的驾驶里程中 汽车安全性的一步步提升 可以说是人类付出了生命代价 才换来的 而今无人驾驶汽车的出现 对刹车安全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这辆无人驾驶巴士全身被安装了86处传感器 其中视觉类的就有31个 如此多维度的数据采集 可以大大提高无人车的视觉灵敏度 但是反应能力还没达到安全标准 那这一组呢 是我们无人车系统 自动驾驶的那个数据 自动踏板力过大 才导致了下面的这个 这个自动驾驶直接下来 这一次的自动车 所以说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对于杨春来说 他要把收集来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后 从而找到模仿老司机踩踏刹刹车反应的一种方案 我们发现了 有一种共先进的自动系统 我用一个电机 电子助力器 代替驾驶员的脚踩踏板 这套东西装到我们一样一测试 它的享用时间 从原来的0.8 0.6 到现在的0.3秒 据欧洲的一项研究表明 汽车驾驶员只要在碰撞的前0.5秒得到预警 就可以避免至少60%的追尾撞车事故 无人驾驶车辆安全性能 可靠性能是高于这个司机 因为人驾驶 其实的话你驾驶员嘛 因为它总会有束缚的时候啊 但是我们这个温车呢 因为它现在就是都是传感器 可以说360度都无死角的 我这个也不会有这个分神的时候 从它的电控的原理来说的话 从一些测试数据来说 它的享用速度因为是更快的 对传统的部件进行改装 实现无人驾驶巴士的硬件更新换代 这是杨春做的第一步 接下来为了验证效果 无人驾驶巴士还要经过最关键的一次测试 非常突然的一个事 查测进来或者突然有人撑出来 这种是不可预知的这种紧急球 20公里的巡航车速的时候 我替它下达一个刹车的指令 从它开始想要到这个车煞停 不会超过三米 那这是我们的安全性的大胆提供 你比如说我前面有个车 它突然插进来 只要我们这个距离在三米以外 我就不会发生的轰动 科技每前进一小步 都会让人们对未来的憧憬更进一步 截至目前 全球尚未制定实施完善的无人驾驶安全标准 这也意味着无人驾驶技术 还有一定的技术难点需要突破 至少在情势里头 要用无人驾驶还是有难度的 因为里边不仅是汽车 还有行人 还有各种其他的非自动车等等 各种各样的工具 所以我想是比较难的 谷歌在美国 无人驾驶行走了十多万公里 后来我认为 我说要是他敢于在北京试一试 可能才是真正对他的考验 人类一次次发明创造 又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极限 自1958年 中国第一辆轿车下线到现在 只有短短六十年 但在无人驾驶汽车的起跑线上 幸运的与先进者站在了一起 工业革命实际上是真正的释放的是人的体力 一个是把人从反动的体力里面释放出来 第二呢放大了人的这个体力 而信息革命带来的 像是对我们人类的这个治理的一个 很多的繁琐的老力老动的一个释放 同时也是对我们治理的一个真的 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探索和不懈追求 并不是为了淘汰人类 而是要更好地解放人类 延展了人的能力 从事更重要的工作 并不是为了淘汰人类的 并不是为了更遅代的 在暴力上汰人类的那么多 感谢观看